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看本局比赛 几号位呢 三号位 据说有诸葛连弩 这是让你手量的节奏吗 不知 主持人觉得很满意 并没有选择换 我是你的肉球球 顺了一下上家 然后直接捅了咱们一刀 这个人非常的骚 聊骚 有没有可能是自己队友呢 不知 他既然聊骚 咱们反正也没有闪 咱们就肯定出来抢手量了 没毛病 好的 这边初牌阶段有技能 初牌阶段有技能 技灵小胖 对不对 一发南蛮 随便他 他喜欢放就放 这边这个一号位脱管了 不是咱们的队友啊 他如果是咱们队友 他应该迫切的等待着咱们揍他 他卖血 他就托管了 好 那就揍他 正好你上来打咱们 对不对 你还托管 那就更要揍你了 外面有何太后啊 怎么咱们初牌阶段也有技能 那只能说外面有可能有何太后 揍他 托管还不揍他 直接连弩上 把他砍死 什么肉球啊 什么肉球不肉球 对不对 直接砍死 当然你这里如果说再谨慎一点 可以考虑挂狮子在杀 万一真是个不知道干嘛的队友啊 对不对 你还能回个血呢 当然这也是常理之中 他并不是队友 直接砍死他就是何太后啊 初牌阶段就是他的技能 还张任 这个屌人是不是上来想穿心呢 人家都按着 穿什么心 好 对不对 这个夏家表示看了狗斯马的一顿操作直接硬了 好 他紧跟着啊 也去跟咱们一顿操作 这边杀了二号 二号三血不迈 他紧跟着去想补刀这个人 疑似咱们的队友啊 疑似 暂时不知 应该肯定不是群吧 是群他跟着咱们打干什么 咱们都把他队友杀了 好 这边这个不是位 这个人表示四号 你他们要是智障吧 你是哪个寺庙的方丈啊 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好名字啊 我真没桃了 好像都跟桃子有很大的关系 请休息吧 那边表示全都乐主啊 有可能是大乔二章吗 不知 顺了一个八卦阵 乐出来一个陆迅 大乔和陆迅不得不说的故事 两个人羁绊了很久啊 好的 怪不得他想乐陆迅 他就是二章 他想收尸你知道吗 想收尸 收着贼爽 这边摸牌阶段有技能 飞鼠 太史兹陆迅 行 可以 出来搞一波 来 杀杀三 杀杀四 这个南蛮放的就非常蠢了 咱们都贝勒了 没有牌了 他放个南蛮助攻一波 来来来 欢迎你助攻 下次重一点 欢迎你来助攻 以比之老 环石比身 爽不爽 瞎放什么南蛮 瞎放什么南蛮 这么喜欢放南蛮 他等待着你就是厄运的来临 好的 有某人上车 某人 某人上车全打死 来啊 还得夺 夺 夺 让你夺 夺你还能怎么样 能杀了吗 我相信夏侯敦有可能有桃子 并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这里直接打无蟹 他并不想把这张万箭齐发搞掉 而且还可以防一手张脚 能无蟹出来还是无蟹出来是不是 砍他 砍他喵的 万箭齐发 看看能不能打死 这边他最好盼个黑免了 咱们自己去改 还得浪费牌 哇 真的有张脚啊 真的有张脚 以我自真 真气和天地之造化 直接怒批这个大乔 因为咱们有白银身子 他可能不太想批 所以想收个人头 而且大乔可能也乐如他 他很不开心 这里直接驱虎啊 驱不过无所谓 这里一选 对吧 四排非常的爽 就拿这张酒 还能骚张脚 对吧 还能补三排 非常的爽 就这么打 没毛病 然后还弄到一张远胶 非常的爽 这就是泰尔茨一个男蛮帮助咱们启动 启动得非常开心 对吧 连组可以杀过去了 杀过去了 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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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再开代牢 考虑怎么打 先不着急 先收人头 对吧 先收人头 非常的爽 好 张脚也是没有黑桃 什么也批不中 人头也收不掉 反正就这么再见了 一代劳 没有了 没有那个什么了 没有杀了 没有杀了 把连组搞掉吧 开个桃园 大家庆祝一下 然后瞬间满血复活 对不对 四马狗就是要这么玩 去驱虎别人 然后卖血 骚别人 这个非常的骚啊 别人就是不想被反馈 也得被反馈 然后还能拆他一张 接下来打 没事 你们都不是胃也无所谓的 咱如果你们有胃那就更简单了 是不是 好 一个大猴子 大猴子选择了给那边补 你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你就给他补吧 嗯 行吧 你可能觉得他如果反正是胃也凉了 是不是 黄中卫炎 行 黄中卫炎出来搞一波 咱们接下来就要二打三了 没毛病 不虚他们啊 黄中卫炎小短腿也杀不到人 接下来就利用这两个桃子疯狂的脉 你看对面有四血 有四血将就很好了 咱们可以主动卖血 非常的爽 请住老陈直言 这个小人竟然一张装备启动了 可以的 这波不亏 尽你之手与他一搏吧 拿小点啊 卖血给这个夏侯敦补牌 让夏侯敦手牌也充裕 然后再骚他一张 虽然咱们自己不能补 但可以给夏侯敦补吗 是不是 这个非常的爽 乐住大桥 他还是 虽然有司马 还是比较怕大桥乐的 乐住他也行 筛掉手牌 刀呢 好有刀 开始上大桥 九杀 非常的爽 这补牌就补得非常的爽了 打的大桥没有脾气 这边孙天估计是僵尸猴吧 管他那是啥是啥 这不重要 反正又不嫌打他 人才继续阴魂 这个打的就非常的爽了 非常的爽快 你杀啊 你杀夏侯敦 夏侯敦是不会刚你的 刚你个破猴子干什么 人家出个闪 一会儿司马还能卖血 这个魏延呢 就是掉不了血 魏延就是掉不了血 这理我者的孙天如果会玩可以杀一刀魏延 让魏延掉到三血 不要让司马驱虎了 如果让司马一直驱虎 他们必败无一 就是这样 这也继续驱虎啊 杀一刀 先杀一刀 对吧 无所谓的 反正这边黄中刀都挂起来了 这边他选择了驱虎徐晃 想让徐晃收人头 行吧 无所谓了 其实我感觉卖血也行 多卖几张牌 让徐晃更容易启动一点 讲道理 我个人建议驱虎黄中 然后拆他一张牌 然后再骚他一张 有可能把他桃子骚过来 然后再给徐晃补四张牌 那样更稳 这样就是标准的玩法 这样当然最后也成功了 杀掉了这个大乔和二仗 不过刚才徐晃也是四血啊 刚才我说的好像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黄中魏延四血 徐晃也是四血 最不计还可以驱徐晃 是不是 来驱徐晃就是不能骚别人了 好的 接下来继续驱虎 骚牌 然后再补牌 这个非常的爽啊 这可不是单司马可比的 知道吗 九杀 瞬间扒光 然后队友满牌 爽的 不要不要的 然后杀掉黄中是不是 把他们再都把这个孙间的兵住 僵尸猴也没有用 僵尸猴面对徐晃 司马简直就是 你这个什么情况啊 你为什么要先兵呢 浪费一张牌 还等着补牌呢 你都收了黄中了 还补啥牌啊 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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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骚不骚都无所谓了 反正他牌很多 孙间如果你是僵尸猴 你就投了吧 因为你不可能赢 就是为什么不能赢呢 因为你即使把别人都扒光 人家就一直兵你 你没有输出 你再怎么扒光人家 你打不死人家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人家现在状态都这么好 打什么呀 打锤子 拿头打 这里就是要骚队友 然后再捕四张 换四张新的 桃子太多了 你知道吗 用不出去 反正被拆也是被拆 对不对 全转化成牌 贼爽 强兵对吧 孙间如果你识时务就可以点了 如果你不识时务呢 那你就被人家揍一会儿 你开心就好 是不是 这里呢 如果你们是孙间 就是对吧 你们就早早点点 浪省节省时间 免得被羞辱 是不是 他还要挣扎 这是不可能赢啊 这怎么赢啊 关键是强兵你知道吗 你要说没有司马 你挣扎 挣扎 说不定每回合都添路摸一些进攻牌 关键是有司马 你就 你根本就摸不了牌 你知道吗 就每回合只能被兵 只能被兵 拆别人没有用 拆是拆不死人的 一个火煞 很可能直接足了 拆不到 我不去 行吧 我觉得尽早结束也是 免得你受辱 四马狗就是得这么玩 我感觉这把的发动机就是泰尔茨 泰尔茨一个难玩 助咱们启动 然后主持者也是利用手里唯一的一个9 疯狂的一波操作 咱们再看第二局 主持者玩家的力量回手太伤 378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两个组合都可以选啊 都不是什么太强的 也不是什么 这个常规组合啊 但可以选来玩一玩 好 并没有选择鲁大师 而选择了沃龙小胖 丞相辅佐后主 能不能辅佐得起来呢 八号也直接托管四毛 把这边顺一下 顺一下小男人 顺一下远处的上家 可以 好像出来容我三思了 王院波大嘴吗 好 直接捅过去 江东小霸王 江东小霸王佩孙权还是四血比较好 他愿意三血就三血了 冰柱 怎么就对人家小男人这么感兴趣呢 对不对 就因为你是孙笨吗 小内最疯狂啊 这个人要杀谁 九杀 这是准备搞下家了吗 火攻 以火攻之 一看这个人有闪 恐怕他不杀了 跑来杀咱们了 他们要的 这什么人啊 这三号亮了个闪 那个人一看 你有闪 我就浪费了 然后跑来杀咱们 这条人 不是魏就是吴啊 这疯狂的撩骚 各种浪 骚浪剑 咱们亮个小胖 还要替牌 还要干咱们 那咱们肯定出来干他的 没毛病 一代劳回个雪 不要以为卧龙装狮子 是不是啊 暗中观察 你观察啥 你观察 有什么可观察的 决斗干他 先远交吧 防止决斗出个司法 把远交给反馈了 如果他不卖血 就是个吴 就干他 因为他如果是魏国不卖血的 什么真机啥的 他没必要把手牌打空 去这么拉朝 果然是个吴国 乐住 乐不住 路神 这吴国这么浪 吴国这么浪 并没有好下场 随便他吧 这边这边看一下 他表示暗中观察 你观察个锤子 你观察个锤子 我先观察一波你吧 观察了一波 然后气拆过 感觉这个人应该不是吴吧 他俩都不是吴 要不然的话 他俩肯定就搞了 比如说这个吴是吴 看那个人 他可以假装 我看了 所以拆你 比如说六八六是吴 吴不是吴 那他就 他一看三个吴 他还不拆吗 是不是 你看这个人放万箭 也不是吴 想放死路逊 掉路逊出来个大僵尸 结果这边来个替我挡个 哥伦比亚了斯 好吧 可厉害了 一发万箭入魂 打吴 这么厉害的吗 很厉害 看我的逆海 拆一波 有没有看我的逆海出来 小男人 你是哪拨的 你是哪头的 他不亮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吴吧 也不是鼠吧 是鼠就出来 让这个人给打吴蟹了 结果司马给赶 行吧 司马表示你不是吴 不是鼠 所以是位 是这吗 行吧 随便 你愿意赶 你赶 反正他不亮 咱不给他打吴蟹的 出来个位 休息一会儿 你休息啥 休息 一个大张聊 还休息 我的天哪 随便吧 好 看看四毛 结果四毛也是吴国 大吴国 不过这个大吴国 并没有什么核心 鲁醋被咱们埋了 香香也不存在 大家不能说香香 一定不存在 小小这边还有可能 对不对 结果杀出来一条狗 竟然是三位四五 你敢信 香香呢 没有 你看没有香香 没有香香 没有鲁醋 我感觉 吴国就量了一半 看一看吧 就杀 直接杀张聊 张聊 敦坑啥也没有吗 兄弟 兄弟 主持人并没有想到 就觉得他敦坑肯定有好东西 结果这人敦坑啥也没有 还好有曹皮继承他的遗产 不然亏出墙 这敦坑啥也没有 好吧 就看来聚首对了 聚首等于白拽了一波遗产给草皮 好吧 随便 香香不在家 香香不在家 鲁醋也不在家 非常想念的香香 睡的各种都可以睡 主要是有陆迅 还比较强 看看陆迅一波多士 看看小乔另一个将是什么 难道是吕蒙小乔 他这边决斗小乔 是想让小乔弹死寻遇 还是想让小乔弹他 不知道 跟他杀张寮是没有陶的 对不对 好小乔决定弹死寻遇 怒弹寻遇 那这回咱们要救了 因为那边没有陶 有陶刚才为我肯定就张寮的 那肯定要救 补了三张牌非常的爽 然后陆迅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把小乔给勒住了 是手残了吗 还是别的呢 你们猜猜看 怒打一波无险 然后陆迅直接拖管了 然后他们表示很惊讶 这是什么套路 你的寂寞被识破了 反正不让他们拿 这怕有二张吗 什么意思 没懂 没懂自己玩 他生气了 他的意思是小乔要弹他吗 小乔弹你 那行 我觉得吧 他们小乔弹 就是因为觉得没有陶了 因为张良刚才被打死了 陆迅的意思是 陆迅这意思是 你要弹他弹 弹你吗 摸三张牌再继续夺势 是这操作吗 我不管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这么去乱打 那是你的锅 对不对 试试能不能表达他 好 这边只有小乔弹勒 虽然是小乔 虽然有红颜 但是有司马懿 没有什么卵用 什么用都没有 好 陆迅这种人上来 选无国虾笔稿 然后一言不合就托管 开始当卧底 不评价 这种人 小工举 小少爷 别人都供着你 呵呵呵呵屁 你有脸逼逼啥 对 我觉得这说的很对 去骨头狼打死他 行吧 不管了 他玩不玩 不玩就滚粗是吧 不救 谁救他 肯定不救他 他不救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周瑜要裸奔了 裸奔就要被上了 小乔对不对 要被从从这个点位 从后面突袭了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 过来吧 放什么马 过什么来 他已经没牌了 这边巡逾直接自杀 送人头 哎呀 很可能有大杀气 是不是 好 救 救救救救救 救 好 救 救谁了 救 五号位回复了一眼体力 有意思啊 可以 大家都回复 自杀还不行 自杀都不让 自杀都不让 可以的 这波很强势 大家开心开心 那无所谓啊 反正你们周瑜肯定还是死 已经有点 有点懵逼了 一帮人在干嘛 好 我两个人足了 扎吴真的是扎 这个还真的有诸葛连总 能不能催过去 不过我觉得难 第一有徐胜 第二 这个对面两个人 还有孙敏 对面两个人 血还比较厚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太逗了 瞬间内后 闪电 闪电撸起来 这个 魏国要做大了 恐怕一会咱们要去搞一搞巡逾了 但咱们也没有什么进攻能力 请诸我一臂之力 直接杀 这是啥 这是要送孙敏 孙敏觉醒吗 行吧 估计是两红纱要送 要送孙敏觉醒了 厉害了 我的哥 这波还是挺赚的 因为孙敏等于摸了两张牌 然后再觉醒 反正还有很高的收益 行吧 看看孙敏这一波觉醒 能不能搞出来 搞出来什么大事情 这个英魂 这个英魂很傻逼 这个英魂等于让巡逾 回合外开疑在牢 你不如给这个徐胜补牌 对吧 还看 看什么看 看不看你也要打他 你难道 就打司马逃劈吗 还打沃龙 再做计 顶人窒息的操作 我拆桥 看他拆什么 他拆桃子去了 意思是我要秒掉巡逾 你能秒掉吗 有刀 行 他没去拆巡逾 说明巡逾手里应该是没货了吧 看司马有没有货 好 司马有货 并没有拆掉 并母有拆掉 那很可能咱们两个喽 不知道 他应该是没杀掉 要去拆刀了吗 拆手牌 行 手牌里有个刀 好吧 你不拆连弩 行 你不拆连弩就不拆连弩 这里咱们把巡逾补掉 不能让他魏国再动了 因为魏国再两连动 这边泰尔茨和孙奔就必死 就打不过了 所以这里必须把巡逾补掉 补掉才有可能有机会 对不对 装个刀过了 他烧了一下司马 意思就是 可能是给这个谁 吴国一个信号 咱们一起打 他还真打 行吧 真打那也行吧 当然你愿意打 这回我其实不打也可以 不打就 烧一下给吴国个信号 因为你真打 他会翻你的 行吧 看他这一波 主要是可能他觉得 他自己手牌也没什么好 值得反馈的 反正都是一堆垃圾 你反馈也没什么 好 这边徐胜被砍死 看看孙奔能不能挡得住 孙奔能不能挡得住 孙奔挡不住就要炸 黑杀 没有那么多杀 没那么多杀正常 哪来那么多杀 是不是 都一堆兵器 这边他应该会给咱们补牌了 但他不想补去拆司马 也没什么毛病 对不对 这时候倒是可以拆司马 他可能是希望咱们给他 读些兵 所以必须得补一波 怕咱们没有黑 对吧 也很有可能没有黑的 而且还可以赶化一波 接下来三人局看看怎么搞 这个司马翼表 是我才是最弱的 如果你说正常的 纯单挑的话 肯定孙奔孙奔最强 但是现在状态就不一定 他这边直接要九杀 抡这个司马了 这就非常的爽了 九冠石 江东子弟 何距于天下 估计给他留了一张垃圾 让他反馈 但是人家可以翻了 你再反馈 没毛病 就全被翻了 看看司马翼逃逼 这一回我能怎么搞 咱们被翻了 还虚报两张决斗 还挺不挺赚 补出万箭齐发 无中生有 贼吉尔爽 都是好牌啊 慢慢蹭他们的血 对不对 无中生有 看似弱小的卧龙凤竹 不起眼 对不对 也是暗藏杀鸡 对吧 当然确实卧龙 不是卧龙凤竹 卧龙小胖这种 确实也没有人愿意去打 这里就强行压司马 在雪凡司马 这个反馈不都好牌 反馈可以走一张垃圾牌 这里可以杀一刀孙奔了 第一孙奔被翻了 第二司马打到一雪 手里两张决斗取暴 随时可以带走司马 可以去压一下孙奔 当然这边司马翼 也不会让咱们好过的 拆咱们吧 我估计他有杀 可能会来杀咱们 但他没有杀 没啥就拉倒了是不是 应该是继续杀孙奔吧 继续杀孙奔 乐住孙奔 然后过了 对 下回合 一波把这个 他们都带走 这么打 是可以的 没毛病 因为这回合 孙奔手牌多嘛 这个司马打杀咱们 也是情理之中的 这边孙奔可能会给司马 补牌 希望司马能给他改出来 看看司马能不能 给他改出来吧 如果不能给他改出来 咱们就很可能收割了 当然司马就算有红桃 也可能是好牌 他也不舍得 这里又摸到一张南蛮 还有两个角逗 这是收割的季节 先砍一刀 对吧 把他桃炸出来 以免他用桃去救司马 什么的 挺恶心 再放南蛮 你看他蒙活 呀哈 还有九小样 这里他可以选择翻孙奔 对 翻孙奔没毛病 孙奔不死 可以给卧龙造成麻烦 死了 也可以收尸 对不对 当然这里翻了孙奔没死 那就反手去把司马做掉 因为孙奔被翻了嘛 无所谓的 好的 这桃子不应该吃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孙奔被翻面了 你下回合动 手牌多 可以根据手牌去决定烧他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咱这里摸了一个 就铁锁连环 可以连上自己烧一波 就可以了 他最后有个桃 翻出来是个桃酒 那你真的是屌 刚才那个桃可以不吃的 就是留着 下一回合 有可能要 连烧两波用的 因为他被翻面了 有人哪 食不带我 我不带人哪 雕虫小技 雕虫小技 最后整整整个这个三刃局 还是不错的 后面稍微有一些小细节 另外关于这个 投食的问题 这个有个朋友说 这个被挡住了 提示我了 所以咱们就把它往下一点 让它别挡住 另外还有朋友说 这个扫以后是什么乱码 那个是个 这个微信的 所以你用别的扫 肯定是不行的 是个微信的投食 给大家买票 投食可以这个自由 这个并不强求 如果你觉得好看 可以选择买票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